我觉得在她这个身体发育方面呀 我觉得呢 负有一定责任 我负有相当的责任 比较大的责任 总而言之呢 我今天是抱着一个这个 道歉 甚至是赎罪的心情 为了表示我这个心情啊 我给你带着一个礼物 哎呀 太好了 哇 啊 哈喽Kitty 天哪 哎呀 这是我的最爱 对对对吧 我的头像 你有没有发现她好好用心啊 对对对 对你简直是 哎呀 她打开这一刹那就 我看到这个忙完就 我突然想起来 在剧组过那个六一儿童节 就是当时是我那个12岁了嘛 在剧组从11岁一直到12岁 你怎么那么大才过 还过儿童节 对呀 然后当时丹丹阿姨就说 这已经是你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 你就要去上初一了 你不能再过六一儿童节了 然后呢 她就让全剧组的人都要集资 都要出钱 然后她去当时 当时很高端 而且离剧组非常远的赛特购物中心 去给我买了毛绒玩具 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娃娃 然后还给我买了衣服 然后就让我过了一个特别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他们就把那个都藏在我们家的那个沙发上 然后我们就像平时一样进去准备拍戏了 哇 一进去看全是礼物 激动死了 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又穿上新衣服 然后导演还画了一张贺卡 上面有剧组每一个眼职人员的签名 哎呀 特别开心 挺珍贵 这刚才打开那一刹那 我真的觉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23年前 当然 不要说一个Hello Kitty 就是一万个Hello Kitty呢 也弥补不了呢 我原来这个过失 把这块拉回来 对 好不好 当年呢 尤其是呢 在这个1994年 拍这个我爱我家的后八十集的时候 对 咱们现在叫第二季 这个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我呢 由于呢 在这个头一年的编剧工作当中呢 有一些重大的失误和错误 就不让我干了 主要问题就是写特别差 然后呢 就让我做了这个戏的制片主任 对 制片主任呢 主要是管钱 主要是管钱 这个 所以呢 我就掌握着剧组的财权 当时呢 我们剧组的 在这个 主要的这些花钱的地方呢 其中有一项呢 当然就是餐饮 对不对 对对 大家都得吃饭 不管是演员啊 工作人员也好 都拿着饭票 去食堂 自己去买饭 对对对 那么就牵举到一个问题了 那么每天每个人多少钱的饭票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当时就换了演员 你什么错误 我就把官邻的饭票钱 跟所有的人的饭票钱 都是定成了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是一个 就是11岁正在成长发育当中的一个小姑娘 每天就拿着跟成年人一模一样多的饭票 我就记得呀 就根本就花不完 花不完到什么程度 你就可以买很多那熟食肠肉啊 因为那些可以打包带走 而且可以放 我就买好多 再回去 到宿舍就再吃 这个要实事求是 开始呢 是花不完 到后来呢 就不够用了 对 对 对